大家小五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有关系到Sight 请翻开课本279到280页 我们今天主要是在讲Types of Receptors 还有Steroscopic Vision 我们还要认识眼睛的构造 我们眼睛的工作的原理就是 我们的眼睛接收大量的周遭的信息 并转化成这个Messenger 我传递到这个大脑 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物体的形状 颜色和运动 看看这个同学们的眼睛 就好像这个图 这是我们的类气 Lacrima Apragus 它包括了这个Lacrima Glance 类腺 Lacrima Calunculus 还有就是这个Nasso Lacrima Dark等等 那这个类气呢 基本上就是Lacrima Glance 就是会分泌这个泪水 我们的泪水呢 在这个部分呢 分泌的呢 大概有98.2%是水分 其他的是Minerals Soxa Lysosine Immunoglobulin 那这个泪水的功能呢 基本上它可以帮助我们 试嫩这个眼球的解膜 还有就是角膜 它也可以帮助冲刷 这个眼球的表面的脏物 所以防止我们的眼球是干净的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 SARS 这个细菌 首先我们先认识人体的接受器 接受器呢 是特殊神经结构 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感觉器官 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 是可以把各种刺激转换成 Nerve Impulse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Sensory Nerve 然后呢 再把它Transmit to Cerebral Cortex 才能够产生相应的感觉 Produce a Corresponding Feelings 那Based on这个Position of Receptors 就是根据这个接受器的位置 或者是呢 Types of Stimulus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种类 第一种呢 就是Esterial Sector 这个可以接受外来的刺激 比如说光波 声波 温度 痛等等的刺激 这一章节呢 我们会比较重视在这个深眼睛 其他的我们以后再讲 第二种呢 就是Esterial Sector 内感收气 内感收气呢 是它可以检测内在的刺激 比如说二氧化碳的浓度血压 体内的渗透压等等 这些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内感收气 含有的这些 第三种呢 就是本体感收气 Propyl Sector 这些接受器呢 分布在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肌肉 或者是肌腱 Pandons 关节啊 内耳等等 现在我们在看呢 这个Steroscopic Vision 当我们双眼呢 看到雾颈的时候呢 左右眼的相应位置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是有差异的一个image 那立体的视觉呢 就是人类的眼睛呢 可以看到景象 由深度的这个感知能力 它来自我们眼睛 然后呢 可以提取景象的深度要素 那要通过这个脑部分的 深度的翻译啊 这个过程呢 就叫做 Ability Stereoscopic Vision 我们要达到3D Vision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Accommodation 那这个就是要靠 眼睛内部的精状体 达到个焦距 才可以清楚 不同image的这些位置 再好上这个图 那我们两个眼睛的个别 看的话 就是个别的这个 这个形象会出现 当双眼呢 看到这个物体的时候呢 那个我们的四种呢 会聚在一起 当观看这个物体 多的时候呢 这些message呢 就会带入我们的脑部分 引起这个感觉 那这个accommodation呢 和这个convergence呢 是interact with each other的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应一定的距离的 convergence自动会引起一定的 这个程度的调节 那accommodation呢 也会影响到这个convergence 我们先讲一下呢 这个眼睛外部的构造 我们要如何 适应调节这个焦虚呢 那接下来 这些之后的课程才会讲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 眼睛内部的构造 从这个图你可以看得到呢 这边有一个叫做 瞳孔 就是光线的通过 这个部分进去我们的眼球 伊瑞蛇红膜 它可以调节我们的瞳孔的大小 Sclevera 就是我们眼睛看到 白身那个部分 就是我们所谓的拱膜 它有保护我们的眼睛的构造 这个构造呢 它是有很多的 这个muscles包围着 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子肌 Rectose Muscle 或者是呢 痕迹 就是Omic Muscle 等等 眼睛的构造 可以帮助我们 detect这个光线 然后呢 把它转换成这个 electrochemical impulses in neurons 当我们在这个 传导这个机制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是 可以收集这个Light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Lens Accommodation进行 这个Photoreceptor 感光细胞呢 它会被stimulated 神经冲动呢 就导入了 大脑皮层的这个视觉区 Photoreceptor 它是可以连接 Neurons进入我们的大脑 眼球的内部的构造呢 其实有分成三层 第一层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Sclevera 第二层呢 就是Choroids 然后呢 第三呢 就是Retina 最外的一层呢 就是Sclevera 那它是 含有这些Collagen Fibers It becomes Transparent Cognac 那它基本上呢 它可以 take part in 这个Focusing of Image on Retinal Choroids呢 它是中间的内层 它含有很多的 黑色色素 那这个色素呢 它主要就是 Prevent Light Reflection 里面呢 也含有这个 所谓的Blood Capillaries 当然它主要就是 Provide Oxygen and Nutrients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Retina 四网膜 四网膜呢 它含有这个Blox cells 还有就是Corn cells Blox cells呢 是对肉光比较敏感 如果是Corn cells呢 就对这个抢光会比较敏感 眼球最外一层的 有一层的功招 叫做Cornciantiva 解膜 那这个解膜呢 它是Transparent的 然后呢 连接这个Eye Lips Aconia 角膜 角膜呢 它主要就是Reflex Light 那光则是进入 我们的Blox cells Cillary Muscles的结状肌 它可以连接这个 Suspensory Ligaments 就是血嫩带 它可以帮助调控 我们的晶体的弯度 所以呢 就好像我们 当我们在看这个远屋的时候 那我们的Ciliary Muscles呢 就会Relax 我们的Suspensory Ligaments 就会Contract 那Lens 就会比较薄 如果我们看远屋的时候呢 这个构造就是 看远屋的时候 这个代表 就是我们的Ciliary Muscles呢 Contract 我们的Suspensory Ligaments Surge Relax 最后呢 我们的Lens 就会Tick 比较厚 in shapes 那我们才可以看到远屋 最后 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叫做Iris 红膜 红膜呢 含有这个色素 它是 我们所看到黑眼珠 有一些是 蓝色的眼珠 就是这样 那它里面呢 含有Radial Circular Muscles 它可以帮助我们 Control这个 Size of Pupils 它可以帮助我们 Control amount of light Entering the eye 比如说 在Bright Light的时候 我们的Radial Muscles 就会Relax 我们的Circular Muscles 就会Contract 所以呢 我们的瞳孔的 Pupils 就会Constrict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在Bright Light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 我们所谓的 这个瞳孔 会比较小 另外一个呢 当在Dim Light的时候 Radial Muscles 就Contract 然后呢 Circular Muscles 四周围呢 就有这个Circular Muscles 那它就Relax 那我们的 这个瞳孔呢 就会Direct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瞳孔 会比较大 那更多的光线 可以经历 这就是我们的 Longerial Section Of Human Eye 所以当然呢 如果我们从这边 这个前面方向的 看的话呢 那我们看到 白色的这个构造 就是Sclera 那这个就是 黑色的眼珠 那这个眼珠呢 基本上就是 如果我们从这边 看的话 比如说 从这边方向看的话 那这个呢 Circular在这边 是透明的 所以我们看得到 这边呢 就是有一部分的 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这个 还白色的 这个Sclera 还可以看得到 所以它没有透明 所以我们看得到 是白色 所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呢 有这个透明的 就是这个 看到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Iris 所以呢 Iris中间的 这个中间 两个Iris中间呢 就是Pupils 就是瞳孔 就是从这边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内眼球里面的构造 包括瞳孔 瞳孔呢 它 allows 我们的这个 这个light pass into the eye 另外就是 我们所谓的Lens 它是Transparent 这是金状体 那它是 Elastic Bicone Flex 然后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调节Shape Image on Retina 也可以帮助 调节光的哲色 另外一个呢 就是Blind Spot 就是盲点 盲点呢 就是 它是 我们的这个 离开眼球的 一个部分 那在这个Point里面呢 自觉神经上呢 是没有感光的细胞 所以呢 它是被产生视觉的 Fovia 就是我们所谓的 Concentrated 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是对这个 所谓的这个光 Black Light 是最敏锐的 一个部分 下来呢 就是Optic Nerve Optic Nerve 它是 传导这个 Nerve Impulse from Retina to Optic Loops in Brain 来我们再看 这是一个简单的 给你做一个复习 OK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也就是 我们的神经 冲动呢 怎么传导到 这个大脑部分 引起的一个 视觉的 这个感觉 视觉 来我们再看呢 就是 这个眼球里面呢 还有两种的 这个液状体 那我们先看 一个呢 就叫做 Aquies Humor Aquies Humor呢 就是在 Anterior Posterior Chambles 在眼球前方 和这个后方 两个部分 这边的液体呢 我们就称它为 Aquies Humor 它的成分呢 包括我们所谓的 Ascorbic Acid Pyrovid Acid 或者是Latic Acid 甚至也有少量的蛋白 或者是呢 糖类 还有就是呢 它这个部分呢 主要就是 供应一些 养料给我们的 这些 精状体 或者是 这个 搅磨 OK 那防水 这个防水呢 这个生成呢 是排出的动态 主要就是要 维持我们的眼牙 还有就是 防疫这个 病原体 第二种的 液态状的构造 我们叫做 玻璃状液 就是 Vitrus Humor 它是属于这个 Clear Colorless Jelly Flake 它是在 Between 这个 Lens And The Retina Parks 还有就是呢 它里面含有 这些产分 Water Collagens Proteins Sauce And Sugar 所以它主要就是 支撑我们眼球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玻璃状液 如果支撑 减弱 Retina 就会脱落 那Vitrus Humor 就会 浑浊 那就会影响到 我们的视觉 所以我们今天 就要总结 今天所认识的 一些概念 比如说我们开始呢 有认识的就是 Types of Receptor 包括呢 Axerial Receptor 还有就是 Interior Receptor 或者是 Proprio Receptor 即使我们也了解到 什么叫做 3D Vision 我们知道什么叫做 Sereoscopic Vision 最后我们也认识呢 Asternal和Internal Structure of Human Eye 包括呢 Functions of Various Parts of the Eye 谢谢大家 法的聆听 大家还要去 试看看这个测试题 然后呢 回答看看 认识多少 大家要加油 You can do it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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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